大家好,我是Grace 上周我帮一个客户视频去看了一个房子 因为他不在当地 然后也是在Metford那边看了一个multifamily 然后我一进去看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有另外一个买房在那边跟那个卖房的经纪说 这个房子真的好有潜力,地段非常非常的好 那其实说实话,我在还没有看到这个房子之前 就是光从他的资料呀,从他位置上 我就已经觉得这个房子是不是特别值得我客户去花时间的 但是因为我想他可能会比较好奇 我还是帮他去看了一下 那我听到另外一个买房说这个房子有多好多好 多有潜力,地段有多好 然后我在里面听他讲了之后 我就想好吧,那我好好地走一圈 分析一下他到底好在哪里 我发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当你在看一个投资房的时候 尤其是multifamily的时候 你想到的两个单元都出租出去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出租一个单元 然后自住一个单元 就是我自己的客户是这样的 他是一个想出租一个想自住 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有投资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像你们在看2Family的时候 要从什么角度去分析一个房子的优缺点 好那接下来我先把我跟我客户分享的那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带他去看这个房子 然后最后我会跟大家总结一下到底有没有投资的潜力 如果有的话到底有多少投资的潜力 欢迎大家跟我在这个房子里走一圈吧 这里面租了 请大家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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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如此意圖的 一般窓上一版的桌子 一般窓上的 everything's gas but they have not converted the stoves to gas it's electric but if you want to um rent long of the units out electric stoves is relatively stable ifest of the second bedroom so you can see the size of the closet if i just film the floor two windows 这就是一家的房间外面的窗户 这就是一家里面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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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来说 这就是一家里面的窗户 这就是一家里面的窗户 我只是想想想要把窗户的窗户 但是它是很难的 因为它们有一个窗户的窗户 而且它是一家里面的窗户 所以如果你把窗户户的窗户 其实你必须要把窗户的窗户 所以我可以坐在窗户里面的窗户 但是我们有很难的窗户 所以你不能转到窗户 你必须要把窗户的窗户 所以我认为我们有很难的窗户 最简单的窗户 最简单的窗户是在窗户里面的窗户 但是你不能够解决住 窗户的窗户 所以我们看来 差不多100%的可能 你会在窗户的窗户 在窗户里面的窗户 刚才那个视频呢 我们是看了一楼的第一个单元 我刚才着重讲了一下外面的那个大小 然后它的趴车的情况是 只有一个车道 然后车只能在那个车道上面趴 所以是前后 也就是说你第一辆车得开出去之后 第二辆车才能出来 你有两家人会住在那 你的车道如果是shared这样趴车的话 那是非常非常不理想的一个状态 它房子里面的结构也有问题 我们说这个房子很有潜力的话 我对这句话的不同意的地方就是 它其实没有潜力 因为它里面的那个结构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它是这 是有间这边 然后进去就是厨房 然后两卧室是左边这样子 你这样的话就是说 你永远不可能把这个房子改造成 我们现在都喜欢的厂台式的就是open plan 也就是现在的人的标准是他们喜欢 卧室是比较隐私的在一个角落 但是厨房和起居室是敞开的那样子 然后像这种室内结构 它是永远没有办法改变成那样的 再加上它用的材料都是很老的材料 比较便宜的材料 严格来说它全部都是该更新了 它的那个厨房的柜子 是老的柜子 它只不过在外面又涂了一层气而已 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将来新的主人的责任 就是就要把整个厨房更新或者整个洗手间更新 然后它里面的暖气也是旧的 而且有没有空调 所以其实这个房子你可以住 但你会住的不舒服 你要住的舒服的话 还是要花很多很多钱进去的 然后它的里面的结构又很有局限 也不怎么能够改动 没有办法改动 所以我们光看一楼就知道 这个房子的潜力是非常有限的 那原则上呢 就是说我可以花钱去装修洗手间 厨房地板墙重新刷漆等等等等 这些cosmetic的所谓外表上的东西 我都可以去改变它 但是如果这个房子原来的室内和室外结构的局限太大的话 我就不值得去装修那些可以改变的东西了 因为它不能改变的东西的局限性太强了 所以一个投资的好坏 这个是一个关键点 本来呢 我想跟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二楼三楼 以及它的地下室 但是我现在想想可能没有太多必要浪费大家时间 就是它地下室的状态其实很好 它是老的地下室的材料 但是它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它的暖气的那个设备还是比较新的 虽然那个暖气的结构是旧的 它用的是radiator 就是我们麻州这边比较新的 就是Forshire之类的 它还是旧的那种款式 但是它的设备是新的 那个设备要花两万多块钱等等 所以它地下的状态还可以 电啊什么的都还行 然后它的二楼跟刚才我们看的一楼是非常类似的一个状态 然后三楼几乎是不能用不能把它当作太多的用处 因为它天花板实在是太低了 三楼几乎是不怎么能生活的 然后我觉得它凡是有楼梯的地方都已经是不合现在的法律了 因为它楼梯太窄 而且它每一层的高度太高 就是已经不符合现在的标准了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无法改变的地方 再加上它的地的面积又很小 就你没有办法把它再扩建 你连趴车的那个问题都解决不了 所以其实在我看来 这个房子是根本就没有潜力 然后你说它的地段好吧 也不是特别好 就是它离那个TUF University也不是很近 我特意开车去试了一下 因为地图上看是差不多一个mile 五六分钟吧 但是因为它都是小路嘛 然后红绿地面比较多 我开了开又开了十分钟才到那个TUF University 然后据说就是很快又会在那边展开那个绿线的那个地铁站 但是绿线地铁站离它也得有那么长的距离 一个英里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它到哪都不是不行的 我个人觉得它在地段上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所以我跟我的客户就是基本上这样反应的 就是说你像这种TUFamily你要买它出租 你肯定租得出去 但是你拥有了一个比较旧的房子又没有什么潜力 你光是靠那个租金的话 这个回报率好像也不太值得 将来你没有它没有潜力让你就是把它翻新成一个现在的人都喜欢的 比如说两个供应员或者是你把它造成一个更豪华的房子 没有任何这样的潜力 如果大家将来要考虑买Multifamily做投资的话呢 你们可能就是第一个想到是出租投资的那个出租回报率 那在麻州来说总的来说我们出租回报率偏低 那这个投资好不好的另外一层标准就是说这个房子将来你在卖的时候它能涨值多少 如果说它的结构外部的结构和内部的结构都有局限的话 那就导致它将来房子本身的那个价值会受到限制 那比如说我们观察一些非常有经验的开发商 他们在选择Multifamily的时候 他们肯定是想要开发商嘛 他就是想要把这个房子买了过后装修了再翻新再卖出去 所以他们对Multifamily结构的要求是最高的 那如果一个房子满足不了像那一类开发商的要求的话 那说明它真正的价值只在于你的出租投资 那麻州的出租投资回报率有那么低 就基本上3%4% 现在都没有办法基本上没有办法达到5%了 麻州的市场 如果说出租回报率这么低的情况下 你买了一个房子出租出去 你肯定租出去 你只要租金合理或者够低的话总是有人租的 那你还要去装修保养这么一个房子 还要交房产税啊什么等等 到最后你真正拿到手的每个月的收入 其实可能就多了几百块钱而已 那这也是你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对吧 如果你去找一份工作的话 那个公司的经理跟你说我面试你 然后我给你这份工作 但是你每个月就只有几百块钱的话 你都不可能去做 对吧 所以何必呢 去买一个房子 仅仅是每个月给你几百块钱的收入而已 这个就不值得了 所以一个房子真正的价值 还是在它结构上的潜力 将来它一旦你卖的时候 它值多少钱 那有的人可能会说如果我真的要卖一个房子的话 往往开发商给我的offer是最低的 因为他们是最在乎利润空间的 其实说实话 开发商给强的offer的例子很多 就算他们给你的offer是偏低的那一个 至少他们是市场的一部分 他们可以帮你垫个底 把其他买方的offer给抬上去 你当要卖一个房子的时候 你就应该是要尽量抓住整个市场 而不是针对一部分市场而已 那还有人可能会说 再没有潜力的房子 也有人在买 像我刚才举例的这个房子 它其实五六天就已经卖出去了 那为什么还有人买呢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可能 有的买方不会像我想的那么多 这是第一点 还有就是这样的房子适合什么样的买方呢 我的观察是这样子的 就是当你只在乎出租 不在乎他本身的潜力 那往往就是这样的投资人 他不会只有这么一栋楼 第一就是地理位置对他很重要 他可能要找就是离自己家比较近的房的 然后他不会只有这么一栋 他可能一下子拥有好几栋 所以他们都比较密集 都比较都相互的距离比较近 然后他管理的时候比较方便 还有就是他应该是不会去卖的 至少二三十年不会卖 甚至是等到他以后他不在了 他会让他的孩子继承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的客户当中有很多 就是美国当地的老年人 就比如说七八十多岁的 他们手上可能有这么几栋 multi family 然后他们买的时候 首先已经是很久之前买了 三四十年之前买了 然后在现在这个市场上 他们第一他们没有贷款了 租金是他们的纯收入 只要扣掉那个地产税等等 然后对这些老人来说 他就是坐在这些地产上面 他不买 他有一个固定的收入 而且他一部分也是在投资自己的生活方式 一个lifestyle 就是他有租客让他去管理 他有房子让他去管理 然后他那个房子他也经营了三四十年了 他自己也很handy 就是有什么羞羞补补补的 他自己也会弄 或者他至少手上有些人会帮他弄 然后他对市政府比较熟悉 因为都是在这一块地方 他自己也住在附近 所以他各方面的就是资源和能力都比较强 他对这些房子的管理上也很有经验 所以他成本就低 然后他又不需要卖掉 他以后孩子会继承 所以对卖的话 你有个人所得税 那你继承的话 继承税是相对来说低很多 所以他根本没有动力去卖这个房子 所以他同时拥有好几个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投资 就又是生活方式上的投资 对自己生活造成很充实的一个状态 又是有一个固定的收入 那如果你买这个房子是你唯一的投资 或者是你第一个投资 然后你这个又没有孩子将来可能会要继承的 然后你又是自己打算就是10年20年左右要卖掉的 那这个房子结构上的潜力就很关键了 不然的话你等于是找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 一直在伺候那个房子管理那些租客 然后每个月也就赚几百块钱 那有的人可能会说我是现金买的 我没有带盘 然后除了交地产税等等 我就是维护的一些费用等等 我其他事情还就是纯收入 我每个月可能有几千块钱 不是几百块钱 那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你把你的现金投入了一个没有潜力的房子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现金投入在一个有潜力的房子上面呢 就拿我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房子 它上市价格是90万 就算你再花二十几三十万 把它变成一个120万130万的房子 它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现在比较新的结构 是大家喜欢的 本来就值130万房子 你怎么花钱进去 它都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潜力的房子 同样是现金你合股不找一个更有投资价值的房子 所以目前为止 针对我自己的客户呢 他们如果要找MultiFamily的话 我一般都是不太会鼓励他们去买那种室内结构 以及外面的地的大小都不够的这些房子 就算我觉得它的出租回报率还算合理 我也是要跟他们敲一个警钟 最最适合这种没有潜力的房子 就是第一它有很多财产 第二它只要当地的这个地段了 因为它所有财产都在这个地段 第三它投资的不光是出租回报 它还要再投资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 一般是像中年人到年纪更大的一些人是比较适合的 第四就是它可能这个房子是一直会hold着的 它以后要传给自己的下一代的 所以它没有要卖的这种动力 所以像这样的买房是适合的 那如果你不是这类买房 就不要买这种没有潜力的房子 好那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下次我跟大家再讲一讲如何投资公寓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